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 HK 今次的遊戲新聞,有機會是業界的曙光 今年遊戲都被 DEI 文化影響得很深入 各位遊戲迷是不是都想有人可以拯救這個現狀 這個人都準備出現 就是世界首富 Elon Musk 馬斯克 眾所周知,這個世界首富是很喜歡打遊戲 剛剛提到特朗普的孫女Kai Trump看了SpaceX的發射 跟馬斯克的閒談當中都是關於遊戲 孫女問她有沒有玩Fornite,她就答沒有玩 另外有人問她有沒有玩LOL 馬斯克就說如果我有玩,SpaceX的計劃就會耽誤 這個境界真是難以理解,火箭發射這個時刻 搞得好像機迷聚會一樣 金王的馬斯克最近是在煲暗黑破壞神4 經常都上載她的遊戲影片 還要玩得非常好,是一個真心喜歡遊戲的有錢人 早前她就在X說 要Make Games Great Again 很熟悉這句說話,應該是致敬川普的競選口號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怎樣實行呢?其實對於她來說很簡單 用她的XAI成立遊戲公司 因為本身她有很多錢 不擔心製作遊戲的資金來源 沒有東西製索之下整個遊戲都爽一點 說回近期的新聞 一隻經典的桌上遊戲龍與地下城 近年都慢慢修飾著詞語 在2022年就說 種族Race 就會在2024年用物種Species去取締 亦移除了混血種族 更改種族設定去迎合現在這個世界的價值觀 還有不少變化令到老玩家認為 扭曲了原版遊戲精神 其實她改變最惹人反感就是設計師的傲慢態度 我們先說回這件案 馬拉斯克豪然問一問 太茲堡現在值多少錢? 太茲堡就擁有龍與地下城的IP 搞到馬拉斯克要問價的原因就是 龍與地下城的高級設計師Jason Thondro 在遊戲的40周年紀念書裡面寫了一個序 當中一些段落大致是這樣的 龍與地下城第一版 都有一些道德兩難的問題出現 當中包括麻木不仁和負貶義性的詞語 除以傷害身體或者精神有殘疾的人 也都包括練腦、肥胖 和傳統不具吸引力的原住民、黑人或者女性 亦都提及到原版女性的出現率都很低 就算出現都是被描繪成不被尊重的形象 亦都有涉及奴隸制度的內容 因為原版龍與地下城遊戲 幾乎都是完全由白人中產階級 男性組成的戰爭遊戲社群創建和銷售 覺得有問題再鋪上去 X就是魔獸世界的設計師 馬斯克立即留言說 沒有人可以毀掉已故的創作者 Garry Gargis 和其他有份創造龍與地下城的天才 究竟台茲寶和威世智出了什麼問題 但願他們在地獄中燃燒 作為粉絲算生氣 說真的他們現在在做什麼呢 是貶低過去抬高自己 你覺得自己在做一些很正義就繼續做 你何必就說以前不對呢 你沒有第一版的成功 你現在都沒有公開 40周年書籍的作者 當然就沒有那麼容易認低位 也有嘗試反應 不過最後就拆了貼 事件也引起各界討論 Ian Miles Chong 轉貼了 高級設計師 Jason 他寫罪言的解釋 他的解釋都不用怎麼理會 而最重要就是馬斯克的回應 簡單地一句 鞋子寶值多少錢 如果是我Elly真去問 鞋子寶值多少錢 當然沒有人理會我 但世界首富就不同了 死場反應都很快 股價立即升2% 他買東西一向都重手 之前就用440億美金收購了Cheater Business X 你不要管是不是吹噓 反正都是一種姿態 世界首富都看不過眼 你搞還搞 不要搞一些經典的東西 DEI 的共用理念 其實就不是壞事 但現在在遊戲界 往往就出現矯枉過正的情況 很多都不能說 有些事情要避忌一下 角色太美又不行 規矩多到數都數不完 說真的馬斯克要買鞋子寶 其實我沒有什麼意見 如果是要買的 不如我建議你買Ubisoft 早點買的話 起碼拯救到女主角 上網一搜尋 各大傳媒就找了一些 角度漂亮一點 甚至可能有P過圖的 樣子漂亮一點 但就算沒有P圖那些 真人的樣子 都沒有遊戲裡面的角色那麼壞吧 各發營又不知道想怎樣 遲些買的話 好像現在這樣 都值得買的 股價便宜了很多 但是傳言騰訊上私有化 要跟他爭一爭 如果讓你推薦 你推薦馬斯克賣是孩之寶 還是Ubisoft 不過重點應該放棄 它是不是真的用XAI成立遊戲公司 不知道是不是真事 好像食神那樣說 被你猜到還是食神 我就盼望是有這一天的出現 他就很痛恨DEI和覺醒文化 握殺了遊戲的發展 我未知各大公司在這個DEI的幻想當中 醒了沒有 DEI不是壞事 但是你強加下去 或者做一些制爪 在遊戲文化那裡 無論是遊戲故事或者角色設計 都有很多不協調的情況出現 沒錯 你DEI拿滿分 但是玩家是不是瘦這套 如果他真的成立遊戲公司 製作沒有DEI元素的遊戲 那就平衡一下市場 你想玩有DEI的遊戲 大把給你選擇 你想Switch Baby的網站 大把客戶的他們 我不是鼓吹種族歧視 性別歧視這些 我相信不會有遊戲是故意這樣做 有些遊戲寫明男角女角 寫了性別出來 又踩到地女 我知道現在流行臭 你當我老套 我喜歡美女帥仔做主角 很老套的我為人接受不到紳士物 如果世界首富真的開一間遊戲公司 開發一些真是符合玩家要求的遊戲 我覺得對遊戲發展是好事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 不需要你DEI的話 就不用給DEI的顧問費 省錢集中認真開發遊戲 最重要遊戲製作室請人不用顧及DEI 我不是說什麼要性別歧視 種族歧視那些 而是要知人善用 不是要平衡各部門的種族 或者性別人數比例去亂請人 不管他什麼性別 總之會射遊戲 喜歡遊戲的就請他回來 要設計 這個目的不是為了DEI分數 馬斯克開這麼多公司 他怎麼請人都不用我教 估計他就未必成立DEI部門 最近微軟DEI部門都坐完了 以他做生意的模式 加上他真心喜歡打機 還有他這麼有創意 寫一隻好遊戲出來絕對沒有難度 講個小知識給大家知道 馬斯克其實小時候是寫過遊戲 賺過錢 那時候12歲而已 現在重操故業而已 說回買鞋子寶 我就覺得其實是吹下水 問一下價錢不一定要買 我在街市問菜心多少錢 問完都可以不買 至於開一間遊戲公司 其實我是希望他真的這樣做 引入競爭遊戲業界才會進步 會不會運用他的科技創造一些 現在真的想到沒想過的遊戲模式出來 希望可以快點實現到 喜歡我們報導遊戲資訊 記得要like 還有分享給朋友觀看 最重要訂閱我們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Thank you, Bye Bye See you then 我是 мог gateway 我想送我們 hard per 我求 askedacc 我又是在香港 這れं真是 卡 吳 最麻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